香港人的無奈 香港的住育問題困擾了幾代 房子越來越貴 但政府又不正視 每個人心底裏都在怨這些房屋問題 他們可以出去生活 但他們好像脫離不了環境 他們沒有錢可以租好環境 無形中好像困在那個地方 我們想到老鼠籠都很適合代表這件事 我們想到老鼠籠把房屋整個情境 和所謂的農民放在老鼠籠裡 所以除了我們做了一個龍屋的藝術品 我們還做了一套圖片 就是講劏房問題 就用了一個top shot的環境 好像切開了一些樓 讓別人妄真一些劏房的環境 讓別人一眼可以看完劏房裡面的環境 其實他們生活 他們去廁所 煮飯 一家人 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地方生活了 還有一個EDM 那一個EDM 其實別人一收到的時候 就看到一間劏房 通常你收到這些EDM 其實你很即時的反映 就可能會關掉 你其實一關的時候 就會有兩間劏房打出來 你再關就會有四間劏房 關掉 你一邊關就會敷了整個圈 都是一個劏房 我們就會發出一個訊息 你越去忽視這些問題 其實那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希望這個圖片和一些貼文 其實引起香港人的注意 以及引起外國的傳媒的注意 可以有一個選擇 以及有一個盡情 就是香港不同階段的市民 都有一個住屋的盡情 但是現在就 因為停止了公屋 居屋那些事情 就好像沒有一個盡情 大家就好像固定在某一個位置 不可以向上 不可以向上移